多完美的一对 还是说自以为 傻话离开了岁 代价也许昂贵 什么时候你敢追 故事的结尾 心脏有一个缺 十月有一个缺 太多人步履为劫 赌一个完结 就寂寞平相言 方向干平直卷 一半心酸一半喜悦 推我们到中风的街 我们是两个半愿 分开走一圈 去回回作为世界 此理行间 再来跟你碰面 再摆读你的美 有个复杂的眼泪 心脏有一个缺 十月有一个结 太多步履为协 找一个完结 却无寂寞平相言 方向干平直卷 直到某天 爱都成全 一句誓言 心脏有一个缺 十月有一个结 我一直忽略为协 我一直忽略为协 找一个完结 就寂寞平相言 方向干平直卷 相遇之前 我不在乎我多浮潜 不在乎勇敢多危险 反正我那么多十月 恭喜女神拿着冠军啊 真想不到啊 你不务正业还能玩出个冠军来 你就知道我不务正业 这叫正经的不务正业 我告诉你们啊 只要坚持做一件事 坚持个几年 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比如说我追到彤彤 来来来 你这当努伐鼓梁有点嚣张啊 怎么着 是谁曾经说看不上卫 卫 看不上什么 卫 头 看不上我是吧 赵雨花 没有没有 开玩笑 看不上我是吧 他们瞎说 你给我记着 卫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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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타�卫桃 我今天也打算跟你求婚呢 没想到让你抢先了 刚才看你跳下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 反正我赵雨桓这辈子没你不幸 你得嫁给我胃头 那我大不答应 你怎么可能不答应 是你先跟我求的婚 我能求你能求吗 那你嫁给我吧好不好 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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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辛苦 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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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准它 我听说你还在以派大企业 人生的工作 谢谢 谢谢 你是 欠准备 欠准备 去晚餐吧 抱歉 你会有个训练的会议, 可能会到下次再次 好的, 再见 Olivia? Olivia 你好 你的计算是很完美的 似乎不完美 为什么不完美? 我会给你一分钟 告诉我, 为什么你觉得这公司是值得投入? 作为投资者, 你必须要谈论是认识的认识和认识的认识 投资者和投资者 我们必须要谈认识一个人的认识 然后认识是否值得投资 订阅我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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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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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优势 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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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明白 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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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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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雷维亚 谢谢 你和我一起工作 严小辰 史密斯先生 可是连续两届 获得设计大奖的创始人 你把人家给拒了 我觉得如果换作是你 你也会跟我做一样的决定 看来现在 一般项目是入不了你发言了 我最近啊 又看中了几个创业公司 你是不是抽空帮我参谋参谋 又想骗我多干活呀 我年底给你双倍奖金 三倍 成交 请告诉先生 我非常忙碌 我会找他再次找他 好吗 好 好 再见 项目资料看了吗 大概看了一下 有感兴趣的吗 也就那个在线教育平台还不错 你也这么觉得 当然了 好 那也是我最看重的一个项目 那个公司虽然才创立了不到三年 但是在业界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 好多家大公司都想抢投 不过 听说那个创始人对投资方特别的挑剔 所以我思前想后绝的好像只有你回去谈最合适了 所以你意思是让我回国啊 怎么了 都三年了 还不敢面对啊 我只是还没想好必要回去的理由 你放心 如果你不想回去呢 我是不会强迫你的 我会把这个项目更详细的资料发给你 你先看一下 看完了再决定好不好 好 谢谢 小子 坎心里 我 已经找到会国的理由吧 可以 没问题 会议就定在下午两点了 对了 你把上一季度 汇报资料也带着 还有就是那个 稍等一下 喂 马总 你们到了 好的 好的 我马上派人去接 好的 好的 下午见啊 还有就是下一个 进度的策划案 别忘了啊 干吗呢 归归随随的 老大让我来找乔总签字 不过乔总在忙 我不敢进去 你先放点吧 因为我帮你递过去 太好了 谢谢姐 来 来 来 我谁叫姐呢 叫我Lucy Lucy啊 Lucy啊 不过乔总可真够辛苦的 听说程总一年到头 来不了公司几次 几乎把所有工作都推给了她 胆子够肥啊 可八卦大佬总 还不快工作去 好的 姐 姐再见 喂 我发给你那两张照片 你看了吗 哪个好看 顾奶奶 我上班呢 我晚上再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那是我重要还是上班重要 当然是上班重要了 你不上班还有赵于华样 我不上班我就吃土了 你说当初都是一个宿舍的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你看人家小陈 到美国都去当投资经理去了 再说 你不还有威廉吗 赵丽蓬 快点 知道了 你说得对啊 我要是真失业了 我就让威廉养着我 你打仗 你哥 你要举行婚礼的事情 通知小陈没有啊 通知了 但是打电话打不通 信息也不回 对 估计飞着呢吧 也不知道这次飞哪儿去 最好是飞回我们 伟大祖国的怀抱 露西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那个第一套比较好看 赵一华 你是狗吗 穿成这个样子 你要去结婚啊 等下 等下 等 等 等 这药 太阳大西边出来 他怎么来公司了 他怎么知道啊 估计被老婆从家里 看出来了 迟到了 借过一下 借过一下 报应了 借过一下 你太多打了 赵总好 几点了 九 九点三十七 你迟到了七分钟 你知道七分钟 你知道七分钟 对公司意味着什么吗 你知道七分钟 公司能创造多少价值吗 对不起 赵总 我错了 我保证下次再也不迟到了 我错了 你不用道歉 道歉能挽回你迟到的七分钟吗 我警告你啊 赵总 行 沈总好 教训别人的时候 先审视一下自己 你也迟到了 都市公司的一员 只不过职位不同而已 讲诚之度适合于每一个人 包括你跟我 赵总 医生作则 扣你这位奖金 赵总再见 世侯 沈总好 沈总 沈总好 嗯 你行啊 沈总 跟我还摆家呢 你行 就是青哥们才时刻督促你的 今天已经周四了 你这周才第一次来公司吧 我 我这两天不是忙我婚礼的事吗 你不知道我家那姑奶 那个多可怕 昨天一天啊 试了二十套衣服 我陪她试了凌晨三点 困得我眼皮子直蹦低 你知道吗 我还不如在公司加班呢 当初是谁为了兑现承诺 跟魏腾结婚 拼命拿个赛车冠军来着 要不说你比我聪明的 这三年一直打着 无视一身轻 对吧 我告诉你 你千万别哪天想不开 又想结婚了 我倒是想结婚 前几天我没来 也不是因为公司 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吗 我知道今儿下午 不是那个美国投资人来吗 我这不就出现了吗 我告诉你 这就叫一个创业者敏锐的嗅觉 人家来是来了 您呢 您就打算用这副尊容去见投资人 我这 不都说美国人穿得随便吗 我这叫不入香但随俗 我这牌子 行 我就换去 等一下 送你本书 好 我谢谢你 好吗 您好 请问您是严经理吗 您是 我是分部 派来辅助您工作的 我叫行耀 您叫我小行就行了 车子就停在外面 我们要不要先送您去酒店 不用了 咱们直接去要考察的公司吧 行 严经理 听说您在上海待过好几年 人家在上海读的书 然后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这么说的话 这也算得上是您第二个家 是啊 有太多回忆了 你好 我们跟沈总约过了 好的 先稍等 沈总 沈总 这里有两位客人找您 行 那你先带进来吧 你行啊 猴子 找人前期了都不告诉我是吧 什么前期 投资人提前到了 你要不赶紧准备一下 准备什么呀 炎晓晨在门口上 是吧 前台也还跟我装饰 是吧 前台也还跟我装饰 是不是 陈总 实在不好意思 你看 本来说的是下午 那个研究演习集 正想过来看看 林小晨 你就是美国来的投资人 你好 我是有地资本 颜小晨 你好 颜晨 好 颜晨 真是原家陆寨 怎么办啊 看他这表情 这事悬了 颜晨 颜晨里一直皱着眉头 是有什么疑惑吗 不妨说出来 大家探讨一下 资料虽然准备得都很齐全 但是仔细看下来 内容都很模糊 坦白地说 这些资料确实是我们在 一两天之内匆忙 整理出来的 面对投资还如此蛮不精心 看来沈总是对这次合作 不太感兴趣 那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您有商业误葬 我尊重每一个合作方 但我们公司 确实是处在一个攻坚阶纹 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 都在加班加点地 为自己的新项目而忙碌 况且滴水不漏的资料 不如你眼睛里眼见为实 并不是我自吹自雷 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 一个被梦想所指引 充满活力的创业氛围内 那沈总的梦想是什么呢 这不仅是我的梦想 也是这个公司的梦想 我记得在八年前 发生了一件事情 通过这件事情我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是公平的 从那以后 我就想创立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每一个人 都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 知识改变命运 在全世界 教育 依然是决定一个人 命运的关键因素 那沈总是怎么看待失败的呢 毕业后的某一天 我在一个小仓库里 和我的同学们还有 我们在聚会 我们在聚会 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 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案 我希望凭借我们的自身努力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有一句话说得好 远行的船坡 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它却能给 下一个船长留下重要的航线 了不起 伟大的理想 也离不开资本的信任吧 从目前来看 贵公司的盈利模式 非常不多 甚至前期提供的课程 也都是免费的 从财报上来看 盈利情况也不太乐观 我相信没有一个商人 是愿意做亏本买卖的 所以即便如此 沈总 还是依然对自己的理念 很自信吗 连经理今天之所以 会出现在这儿 那说明的一点 我们公司做对了一些事情 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 将科技和教育结合在一起 降低知识获取成本 海量吸纳用户 提高智能力 形成了独有的算法 从而使我们公司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那沈总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后续再没有资金的注入 贵公司要如何维持运转呢 我这个人 没那么轻易放弃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 种下梧桐树 才能引得凤凰来 好 严经理 您稍等 我去找司机把车开过来 好 小辰 沈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晚上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我一会儿还要工作 好 那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公司啊 后天吧 我明天要去处理一些私事 好 我当你 先走了 你好 你什么情况啊你 你回国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要不是赵雨桓告诉我 都不知道你在上海 他们俩下的是不是活都没了 沈猴倒还好 就赵雨桓见着我就跟见着鬼一样 那也不意外啊 她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还是一夫妮见着大碰大浪命 可不就是她的大碰大浪吗 你这跳楼求婚演的是哪一出啊 我突然想不到的呗 好玩呗 行 你要没事你就来我酒店呗 好久给你背上啊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等着啊 干嘛去 你跟你没关系 来来来来来 这一杯庆祝我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姐们 干嘛 干嘛 你婚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我都快累劈了我 你知道赵雨桓这个人的品类啊 真让人不敢恭维 真让人不敢恭维 我觉得她这辈子最好的眼光与词 也就是看上我 妈呀 这口狗粮可是让我吃得猝不及防的 哎呀我本来要是不想办婚礼的 就是个仪式 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的 但我一看我妈那副期待的样子呀 妥结了 你是不是还没去看阿姨呢 我还没来得及去呢 你别担心 我上次去看她的时候 虽然还是什么都不记得 不过气色挺好 这一年多 谢谢你总替我去照顾我妈 谢谢你 你跟我还可见什么 尽我最后的单身生活 加两杯 你喝慢点 你不能喝 你就别喝那么快 你还记得上次你喝多了 突然人家一车 还是我付的清理费 我这次还让你付快 再倒两杯回来 这杯叫单身生活 那我这杯呢 你这杯就叫 重棚吧 漂亮 来 走一看 来 慢慢喝啊 其实 沈侯这三年来一直在找你 我声明啊 我严格保密 没有向她透露一点 连赵玉环我都没有说过 倒是你啊 你回来竟然主动先去找她 我这可是因为工作啊 你说这个时候 接到这样的项目 谁说就不是缘分呢 沈侯特跟以前 不太一样了 我们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了 你还没说呢 你今儿碰着前妻什么心情 你不用笑 我告诉你今天看颜晓晨的时候 你眼睛都直了知道吗 跟探照灯似的 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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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他真的变了很多 对 变了 变得更可怕 你守他今天坐在哪儿 那个冷冰冰的样 你说他这次回夺了 是不是就想公报私仇啊 借着跟我们谈生意来告诉你 他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 恰恰相反 他知道是我们的公司 还愿意来接洽 你不觉得这反而说明了一个问题吗 说明了 说明咱们公司好 人人都想投 这个颜晓晨今天还说咱公司 这不行那不行的 他就是想让我们把公司便宜卖给他 你不了解他 这些都是谈判技巧 我反而觉得 他今天是有意在试堂 猴子 不是 是我没长大还是你没长大呀 三年了 你给他打过多少电话 发过多少短信 他理过你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自作多情啊 你不用瞪我 瞪我你也是自作多情 我跟你讲 自作多情这方面 我赵亦还自贪不如 好吧 那咱们怎么着啊 追他回来啊 他当年 受伤那么多伤 我也不能为力 但是现在 他如果肯定再出现 我觉得 肯定会有转机 他会有转机 对 近日 因深资集团旗下的设计师 陷入抄袭丑闻 对深资进行两轮投资的华金资本 正式宣布撤资 导致深资集团陷入资金危机 接下来把您播报下一条新闻 首先来看一个数字 百分之八点二 就是二零三年 二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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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行李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有点儿冷 多穿点 好 怎么了 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 什么叫多穿点啊 你说你穿个比基尼版 是叶逛有 它能不冷吗 是冷啊 要不然 你买张机票 过来给我送点衣服呀 你把酒店地址发过来吧 我给你积快递 姓乔的 你够大牌啊 我都主动邀请你多少次 你一次都不来 等会儿 不是您说的吗 您不想看到我了 我这不是信守诺言吗 我跟你开玩笑呢 这不都怪程志远啊 他把所有的工作 都推给我了 自己玩消失 我待会儿想去 我没办法过去 也许他觉得 还有比公司 更重要的事情吧 对了 严小诚回国了 什么时候 刚回去不久 不知道他们俩要是遇见了 哪个会先崩溃啊 王总 我已经到贵公司楼下了 侯总 我们今天见面取消了 有急事 没关系啊 如果时间不长的话 我不介意等 好 抱歉啊 今天真的没有时间 跟您见面了 王总啊 我能斗胆问一下 什么原因吗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是不是因为最近我们公司出了一些负面新闻 我想这个不应该影响我们两个集团之间的合作 这笔投资呢 虽说我们没有落实到合约上 但是我们早就达成了口同共识 我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想在具体的细节上跟您细化一下 您看有没有 口同吧 实在不好意思 这件事情我回头再跟你解释 我还有个会 有钱我跟您说了 王总 王总 好 好 好 喂 妈 儿子 你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谁 严小辰 严小辰 严小辰回来了 你知道吗 她家人都在国内 她回国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 你知道她回来干吗吗 我清楚 她是来落井下石的 她是专门来找咱们深思集团麻烦的 妈 你在胡说什么呀 严小辰她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 你真是太天真了 她恨啊 她恨我 恨咱们家人 她是来报复的 妈 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深思的事情 请您自己解释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小猴子 小 严 严严 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 不客气 您和森丽也是老朋友 应该的 我能冒冒的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说 您为什么会对深思集团的情况 掌握得如此清楚 我原来在那儿工作过 王总 猴总 这么巧啊 你巧不成书吗 处资的事 投资的事情 以后我们找时间慢慢聊 我现在有话 要跟这位严小姐说 方便吗 方便 方便 小吴 你送一下王总 好吗 请吧 你希望 我怎么称呼你的 就像您刚才称呼我的 严小姐 或者小妍也行 侯总 这是我的名片 投资经理 严经理啊 我很好奇 你刚才跟王总 聊些什么呢 跟深思有关吗 商业机密 硕无可奉告 严小晨 你要想对深思下手 直接来好 用不着在背后 鬼鬼祟祟搞什么小动作 既然侯总 这么着急想知道结果 那我不妨跟您说吧 我刚才 确实说服王总 不要注资深思 而且他也同意了 我就知道 你是不会放过我们家的 三年了 你无时无刻 都想报这个仇 是啊 都三年了 我已经不是原来 那个严小晨了 但是如果您以后 有什么生意想要找我聊的话 我随时奉陪 过去的一切 错误都在乎 是我一个人所为 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为此 我失去了孙子 我跟儿子的关系 也很紧张 现在公司成这样 这在你看来 是一切都是报应是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从今天起 我就算失去遗迹 我也无所谓 你怎么报复我都可以 可是 看在 你跟沈侯过去的那段情感上 我希望你放过她 作为母亲 算我求你了 行吗 沈侯 有个好妈妈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谁是颜小陈的家属啊 谁是顺小陈的家属啊 是我 你是 我是她丈夫 病人没什么问题 就是没什么问题 注意饮食和休息 导致了低血糖昏迷 加之病人怀着孕 身体又比较虚弱 什 什么 他 他怀孕了 你不知道吗 你爱人没告诉你啊 没有 那 你确定他怀孕了 你们是怎么搞的呀 都这么长时间了 自己怀孕不知道啊 等他说完夜 你们就可以出愿望 尽快到我们妇产科 来做一个产检 谢谢您 我们有孩子了 我的天哪 我们有孩子了 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孩的话 肯定长得跟我一样 女孩的话 跟你一样 我的天哪 我们居然有孩子了 你醒了 晓晓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突然晕倒了 我给你送过来的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晕倒吗 低血糖呗 你只猜对了一半 还有一半 你猜 你怀孕了 我怀孕了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不可能 我经常得分泌失调 原来有这样过 不可能怀孕 晓晓 你是不是还在跟我赌气呢 是不是我昨天误会你 还刚才在小区门口 你说那些话是不是在气我 对吧 晓晓 我求求你 别生我气了 我知道错了 我 我知道我一直以来 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但是 但是我现在是爸爸了 而且 而且我爸妈也接受了我们的婚姻 我想 你现在应该搬到家里来住 这样 怀孕特殊时期嘛 我爸妈也好照顾你 对不对 到家里来住 不可能 你 你是不是 又累了 那你再睡会儿 说完夜了我再叫你 我就在这儿啊 我就在这儿啊 在家休息吗 身体如何 要不要 你自己的婚姻 我建议你 不要把那件事告诉上 然后 叶晓晨 长春给你发的微信 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 我只相信你说的 我们离婚吧 这孩子跟你没关系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杨晨 你终于承认了 说我太蠢了 我一直幻想着 你跟程晨 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还祈求你的原谅 我就是个笑话 你也要真 那我对手 你学习 我的学习 好像没什么 我快在心里 我还想着 我都缠绑 你身材 我还没关系 чув群 我都没有关系 你身材 我还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你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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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ação 你身材 我还没有关系 你身材 你身材 我们明天去离婚吧 小辰 你不能这么做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看你出了公司 我放心就跟过来了 这位先生马上就要手术了 请你在外面等一下 小辰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 别做让自己互惠的事情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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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虑得很清楚了 我现在是个成年人 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我自己能决定 你们快推我进去 等一下 小辰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事情 因为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在身后的 现在你们不得已分开 你不能因为一时冲突 打掉你们的孩子 你就知不知道啊 这位先生 请问您是他的亲人吗 不是 你是他现在的男朋友吗 不是 你是他体内受精卵的 精子提供者吗 通俗地说 你是他孩子的父亲吗 不是 那么抱歉 既然你无法为他 负任何责任 恐怕也无权干涉他的决定 麻烦在外面等一下吧 进去吧 快点 我睡了 我的城池不睡 你累了在天黑 多完美的一对 还是说自己喂 傻瓜离开了嘴 代价也许昂贵 什么时候你敢追 故事的纤维 心脏有一个缺 十月有一个结 太多人不履为解 读一个完结 就寂寞平相言 方向感平直觉 一半心酸一半喜悦 推我们到中风的街 我们是两个半愿 分开走一圈 聚会会作为世界 自立行间 正好 诸位先生您好 我真的非常非常诚心地 想请您跟我一起吃个饭 地点我已经订好了 时间由您来决定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帮助 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差距太大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得到你 也就只能是说 谢谢 谢谢 再谢谢了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 让我还你这个人情吧 一半心酸一半喜悦 推我们到中风的街 我们是两个半愿 分开走一圈 就是因为我们家穷 没钱没地位 所以好欺负他们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子嗣 我当年根本就不会掉到我 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 是他间接杀害了我吗 他毁了我们一家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的 跟着我回家 亏当别人一丝很好玩是吗 还是你觉得你帮过我 你就可以随便进入我的生活 这可不是之前的 所谓的朋友 还是老乡能解释得清楚了吧 我只是觉得 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 但不一定换不来好的结果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我不想看到你了 我只想看到你 很想期待 让人一丢回家 这有时候 运气让所有人的痛苦 我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 我只知道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 我只知道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 叶晓晨 叶晓晨 开门 叶晓晨 开门 先生 请你保持安静 这里不让喧哗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 刚才问我的问题 我可以对她负责任 我不是她的亲人 我也不是她的男朋友 我也不是孩子的父亲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她告诉你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 对她的人生负责 我现在就要去干涉她的决定 叶晓晓 开门 先生 你冷静一点 叶晓晓 先生 别人自己放弃了手术 你现在可以带她回去了 我们下面还有准备另一台手术呢 对不起 小臣 不好意思 给我们点时间 我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了 而且我也知道 我只有这样做才是对大家都好 可你知不知道我刚才一躺在那儿 我发现我做不到 你也知道了 一次走了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 我只知道孩子是无辜的 我真的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生命 虽然我现在给不了他应该拥有的一切 也许他以后也会和我 但是我现在 我只想尽我的权利好好地去呵护他 我要把他留下来 放心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要不先去房间里面把衣服换了 我在楼下等你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他真的蛮关心你的 谢谢 你最近都没怎么好好吃饭吧 够二十分钟 给你做的好吃 去上班上休息吧 我 我帮你吧 不用了 需要帮你做什么吗 不用了 我帮你洗菜 真不用 我给你倒杯水啊 谢谢 谢谢 妈呀 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去吧 没事 我可以的 你慢点 你看嘛 我发现 我每次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我每次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都会轻轻 心目吃好吃的 谢谢 嘴里面有东西 心里面就不会那么空了 好好吃饭营养才跟得上 你现在啊 最重要的 就是养好你自己的身体 这样才有力气 继续战斗下去 对不对 晓晓啊 这难过归难过啊 但你得吃饱饭哪 你不吃饱了你怎么能去战斗啊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来 谢谢 晓晓啊 你看你这门锁的 真把自己锁上了啊 好 你看爸我给你做的鱼汤 来烘热吧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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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了吗 要不要下楼走一走啊 刚好可以送你回去 不用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我不是特意送你 就是吃饱了饭 出去散散步而已 好 好 那我收拾一下 你不用管 不用管 可以去吃饱了吗 好 好 来 去找个十二 你能够人吗 好 好 要来 来 沈侯 猴子 你别跑了 猴子 你来这儿 是因为还在想他吗 我只是 想来看看 喝过去道个别 我原来还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和他的感觉就像是 黑夜和白昼 永远擦肩而过 又特别像 天空和大海 虽然彼此映照着对方 但是天空 永远拥抱不到海洋 我和他是在这儿开始的 就让这段感情 再开始的地方结束吧 圣皇 加油 圣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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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加油 容装无意从回忆口袋 逃出了想念 一路初见 青春的一欲淡言 都值得我深陷 红险的眼泪 这个地方风太大了 别感冒了 我们回去吧 存在我的每个梦想里 吸引我不自觉 似之间出过遥远星空那边 让仰望几度更厌 爱有喜悦 也有奉献 任休闲 星辰大海快揣深渊 追着光亮每次挫败 陪我一起镇掩 暖暖时光难免会加藏一些 红片人的字节 用笔我远的眼 太伤心走过黑夜 有明天 我一直在那边 我一直在那边 一会和你 我一直在那边 那边都有 那边都是药一呆ız 那边有青人吗 他都在那边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心情不好 是谁 那边些人 心里堵得慌 上来透透气 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 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 这人啊 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 不是自己能决定 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 你突然想打掉孩子 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的电话吗 我们那天在医院 被我老家林居阿姨看见了 她告诉了我妈 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她解释 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 我跟沈侯结了婚又离了婚 她肯定不会让我 把这孩子留下来的 所以 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 那孩子的事情 你想怎么跟你妈说 我可能会被打一顿 然后 她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这样已经习惯了 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来 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给她最好的生活 陪着她长大 你知道吗 单亲妈妈不好做的 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别的不说 孩子是没有父亲的 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 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 光凭你一个人的爱 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绝世 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 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 你早晚会知道 你早晚会知道 长的是磨难 短的才是人生 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什么办法 就是我跟你 结婚 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 都不会再是问题 你也可以告诉你妈 这个孩子是我的 陈志远你疯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就当我有病吧 不是 为什么呢 你要钱有钱 要事业有事业 要相貌有相貌 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 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那只是一种形式 你可以当作是一种交易 交易 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才能正常进行吧 对啊 我在这个婚姻中我能得到好处 那你呢 你能得到什么 好 那我就来说说 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 首先你需要婚姻 来养育这个孩子 对不对 你要给你妈 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 算是解决了你眼前最急迫的问题 而我 我也需要婚姻 来给我的家人 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 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而操心 我也可以安心地继续做我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 我跟你结婚 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你的理由 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 你我非亲非故的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妈 杨晓晨 我现在在车站 你立刻来接我 怎么了 我妈来了 她在车站 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 你妈现在在气头上 你还怀着孕 这万一真的要动几手来 这样吧 我先让老李 接你妈去我家 为什么要去你家呀 你跟你妈现在最好不要单独见面 有我这个外人在 你妈多少也会顾忌一些 但是我总得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吧 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考虑 程总 辛苦了 老李 阿姨 请进 妈 房子挺大呀 你的 也够有钱哪 叶小晨 你本事够大的 知道磅大款了 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 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 我没有 妈 阿姨 阿姨 你给我们个脸都丢尽了你啊 真的呀 你撒手 妈 我没有 没有 没有 那沈猴怎么说啊 你不是因为包大款把她甩了吗 你告诉我 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 说 妈 有本事做我不敢认你是吗 你跟我说这到底是谁的 阿姨 这孩子是我的 不是 妈 你听我解释 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 妈 我都 我都没脸 妈 妈 妈 我 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 我说不让你上上海 不让你上上海 上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 你听我说 不要脸哪你啊 我都觉得没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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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妈 妈 你听我说 这孩子不是她的 这孩子是 不是 阿姨 这孩子就是我的 刚才小程跟我支气呢 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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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晨有男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知道男人情 你们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这怎么办呢 阿姨 您放心 我一定会跟小晨结婚的 我会对她负责到底 给她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是真心爱她的 你说什么 真是我忽来啊真是 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 可是 你搭好的条件 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 你也没耽误我什么 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 帮着你有小忙 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 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 结婚对你来说 就只是个小忙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怕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既然事情就发生了 那我们就坦然面对 对 如果 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 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就马上离婚 好 我答应你 等过了这关 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再说 我答应你 我们就不得到你 我试试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 来 新娘子 笑一笑 好 来 这笑开一点 没关系 就这么拍吧 好 来 一 二 这不会是假症吧 妈 您放心 这肯定是真的 我下午就回去了 程志远 光领了证是不够的 你们两个 做出这样的事 丢尽了我们老颜家的脸面 怎么挽回 还要看婚礼怎么办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小晨 风风光光地嫁过来的 等婚礼的事准备好了 我们就回去接您 又又有我们 结婚情简就这么发了 你 真不打算做点什么了 你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呀 乔雨 你住学一下 我有话要说 我要休假 休长假 我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我要去欧洲 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一定要走 不过没说我不放人 你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我让开心 不管你休多长时间的假 都是带新的 程总真慷慨 那我不客气了 对了 程总 抽红把你们家密码所的密码换一下吧 别管我 我确实确实可以 我如果不认得你 我需要走 你把我担心好 我都会不会 怎样 我以为你担心 我以为你担心 我以为你有什么 你担心 我以为你担心 你没用 你不要避养 Sandy姐 跟我没关系 等会儿再说 行了 别看了 忙你们的 怎么了 对不起 我就是要来跟你解释这个事情 我和陈总是假结婚 因为我怀了沈侯的孩子 但是 我和他现在不能在一起 所以陈总就帮我 隐瞒这个事实 用婚姻 帮你 这个其中有太多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解释 但是 我和他真的就是假结婚 我俩不掺杂任何感情 你没有掺杂感情 不代表他没有掺杂感情 等我渡过这一关 等我度过这一关 我会第一时间跟他离婚的 什么时候 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无话可说 请你出去吧 对不起 叶小辰 你的婚礼我是不会去的 我无法给你们祝福 这也没什么好祝福的 幸福刚刚来敲门 我不曾顾问 迎来温柔的唇 心口却好一整整 你觉得走了能解决问题吗 不然呢 留下来 让所有人谈笑话 我送你 留下一束光给抱紧的我们 回忆翻成了纠缠 嘲笑忘语本 不再找你责任 得对自己多狠 不敢承认他错人 爱情那我不够 身后的坏人坏的好人 怎么去分 活在过去的人如何 对自己诚恳 诚恳对美和爱认诚 还不够单纯 凭什么我们都很适合 回忆就来否认 是不是想要正规之内 拒绝每一个可能 时间它全面再残忍 也不愿寒疼 你求情是好人坏人 我是否心存 若算了能够代替原谅 不必为我着想 请你先先离开 别让我的坚强 成为我有多愿心存 女士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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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还没有回去 要跟着我干什么呀 您就这么出国了 就带一个包 有什么事不能买的吗 你觉得你这是一个 成年人的成熟之举吗 你考虑过自己的安全问题吗 你的证件贷全了吗 你的酒店订了吗 还有你在巴黎有朋友吗 下飞机有人接你吗 这些你都不考虑 你就一个人走了 你不觉得你话很多吗 我不觉得呀 我觉得 现在离飞机起飞 还有四个小时 我先带你去买东西 好不好 我不想跟你继续在这个地方 磨叽 我只知道 越早离开这儿 就越早能找到我的真爱 你把东西买全了 也不耽误你寻找真爱 走 让开 让开 让我拥抱身后的坏人 坏的好远 坏的好远 越来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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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温馨 又温馨无愧 欢迎翻方船 也不愿让那些磨损 更幸福回忍 我常问到底要什么呢 是什么 是什么 结束还是过程 看清理没有几个坏人 感到好远的温馨 谢谢 对你偷走我的青春 要你来偿还 可我知道心意只剩 无力在求真 剩你死给一尽礼拜 只剩下卷分拌 足够只剩我本 我都抓换了吗 没有 是她让你来的 这次不是 想哭就哭吧 反正高空两弯弛 没人看得见 我爱你 直到感情 从来 到我们 不再计较遗憾 好疼爱的 我会一缕 承担 怎么了你这么晚两个月了 你跟沈浩终于要结婚了 这不好事吗 你丧个脸 好疼爱的 承担啊 怎么会是她 我和沈浩 结束了 为什么呀 我们之间 发生了一些 没有办法化解的事情 命运跟我开一个特别大的玩笑 那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你了 不过像你这么觉得的人都认输了 看来这个玩笑开得不小 那你怎么又要嫁给程志远了 我怀孕了 身后的 程志远知道吗 他知道呀 所以 他才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我结婚 但是我们之间也说得很清楚 那我真的不得不说 程志远这个人挺好的 所以 所以 我只要把孩子生下来 就赶快跟他离婚 不能这样好着他 那沈浩能接受 他只能接受 我 严小辰那你自己呢 魏彤你知道 情深不寿吗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结果 两个人结婚 也不是结果 这种感情 就注定要分开 我和沈浩在一起的日子 我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但是那些日子我都 心里面有很多顾虑 我都在收着 我放不开我自己 如果我知道我和他的 开心快乐只有这么短暂的时光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好好去爱 可是现在呢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认命了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你才多大呀 搞得木齐成真的 人生的路还长着呢 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 你都不知道 我给你当伴娘吧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和你最爱的人结婚 但婚礼是一场人生中奇妙的体验 别想那么多 就当一次经理 放轻松 我陪着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干嘛 猴子不接我电话 我有点担心 我来看看她 孩子 你来得正好 你们两个从小一起玩大的 你去劝劝她 说不定她能听得进去呢 抱我身上 她在屋里吗 在 连我们都不想见 这个混蛋 我帮你说的 我先上去了干嘛 老子 你开门 你别跟我装死 开门 我 沈横 沈横 你死没死给句话 行 没死就行了啊 我告诉你 沈横 我不知道你跟严小晨 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 但我只知道 你现在必须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你听见没有 你要再继续这样 全世界都抛弃你了 你听见没有 开门 开门 让我进去啊 沈横 你再这样我也不管你 你听不听见 开门 你不开是吧 不开我也走了 我告诉你 我数三下啊 赶紧过把门开开 一 三 二 一 一 行 我走了啊 以后我也不管你了 这件真不错 比前几件多好看啊 我觉得这件特别好 你觉得呢 倒行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敷衍呢 你懂不懂啊 人这结婚一辈子就是一次 咱们伴娘要是能打扮那漂亮亮亮的 那新娘在台上多有面啊 你看我一眼 帮我挑一下 好看啊 卫童 我说看一眼 你还真就看一眼啊 你能不能走点心啊 走心啊 那 好看吗 真的啊 行 那就这件了 这婚纱是真好看啊 卫童 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你能不能 你给我点意见吗 我都失那么多件了 小陈呢 小陈可以试了 小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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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试了 非谁 我不是这么说话 你那个人 是不是 是的 我叫你 感谢观看 我们先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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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杯吧 喝一杯 喝一杯 没事 真没事 别不好意思 我这里不能喝点 有事 能不能清醒点 你放了你 别别别 算得心是吧 别别别别 什么误会啊 喝多了喝多了 你怎么着急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别让他走 别让他走 跟我来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疯了 你刚刚在干吗 不是 你拉着我干吗 你松手啊 你 不是 你松手 跑什么呀 我正想找人打架呢 你看那人什么德行 正好欠的 什么事把你弄成这样啊 没事儿 我 我就想喝酒 我还没喝完 进去再喝点 跟我来 换个地方喝 我自己能走 你能不能别拉着我 跟我来 不愧是 不愧是量身定做的限量版婚纱啊 看着做工啊 我这得花多少钱啊 你未婚夫还挺了解你的嘛 不过我没有想到 最后给你穿上婚纱的人是她 不是盛侯 我倒是觉得呀 没有比程总更适合我们小陈的了 是不是 江头草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大家都是大学同学 就你对小陈好是不是 同不同学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DH的员工 那是你老板 你这马屁拍的 那 程总还是小陈的老板呢 那照你这么说 小陈嫁给程总是为了什么 我能不能把你张嘴撕了呀 小陈 姑奶奶我错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这张嘴你知道 好了好了好了 你心直口快的 大学四年大家都习惯 你原谅我了 新辉 你最近和倩倩有联系吗 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 没什么联系了 不过你要是想让她来参加婚礼 我可以给她发个信息 通知她一下 你发呀 发就发 我觉得你身上这套不错 你觉得呢 就这套吧 就这套吧 那新郎的衣服你还看吗 他的 等他自己来了让他选吧 他来了 程总 好 很漂亮 真没想到 过了这么久 我们还可以坐在这儿聊天 好 我也没想到 好 我 好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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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找到一个特别合适你的公司 谢谢 你们深思现在还招人吗 我可以从底层干净 没关系的 我跟你说实话 我最近呢 跟我妈闹别扭 算了 回头我帮你问问 来 谢谢 老同学之前不说这个啊 一口就醒了 一口就 那你跟你妈为什么闹别扭啊 没事 不会又是因为你跟颜小辰之间 别说了 来 继续喝 干了 好 好 老李 车里温度调高一点 好的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明天就不用去公司了 帮你请个假 没关系 我没事 理好了 太太 我们到了 李师傅 您以后还是叫我严小姐吧 您教我太太 我不太习惯 这 好的 颜小姐 谢谢 需要我的时候 记得随时给我打电话 你回去吧 我上去了 你回去吧 姐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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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你回来去吧 小小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为什么是吧 是吧自由 你为什么要跟我 为什么要跟我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怀了程志远的孩子 为什么 严晓晨叫他两只船 怀了程志远的孩子 小晨下周结婚 你愿意来参加吗 这就搞定了 小晨还是你厉害 看这些人 本来都不应该是你做的事 一个部门嘛 谁做不都一样 怎么了 我私底下问你个问题啊 你跟陈总现在的这种关系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们的 你你你偷偷告诉我 我谁也不会说的 我这张嘴特别的眼 你们嘴也太认真了吧 午休时间还在开会 你是夺了一碗屎吗 老师来啊 你怎么会吃这种东西 没事吧小晨 嗯 他怎么了 不会是被我的楼上尾熏到了吧 他有啊 真的啊 我说什么那东西 我话那么好听 最近真有一事让我特别苦闹 嗯 什么事 有人喜欢我 谁啊 谁啊 就是公司一前台 叫潘大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给你吃 拿走 快快快 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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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小晨 一起吃饭啊 走呀 你们去吃吧 你们去吃吧 我看你什么都吃不下 我就准备了一些家乡菜 估计你能吃几口 来 坐 我早上自己做的 微波炉加热了 味道可能会差一点 来 不客气 不客气 对啊 小晨 你妈那边 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一趟 安抚一下她的情绪 我有个想法啊 你听一下 明天啊 明天啊 我们就去见她 顺便把她接在上海 参加完婚礼之后 你妈就可以直接住在这边了 你现在怀着孕呢 也需要人照顾 我在我们家那栋楼里面 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 给她住 我 你安排得那么好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呢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 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 改变方案 你是不是怕我 不知道怎么跟我妈相处啊 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什么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就行了 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 好好休息就行了 来 吃点 味道怎么样 好吃 爸 妈 醒了 昨天晚上是倩倩送你回来的 你们俩 爸 你别瞎讲 妈 最近公司还招人吗 你想招什么人呢 倩倩 他们家公司最近出问题了 所以我答应她 问一下我们公司还招不招人 你想招就招吧 但还是那句话 你自己得先进来 妈 孩子 听我说 我和你妈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们也不是故意要逼你 你妈最近偏不痛 痛得厉害 我们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医生说 需要你妈要休息一段时间 你不信 你看看 这血压都不稳定 喂 喂 什么 这不小爷吗 回来看你妈了 玩好了吗 你看 这不是老年轻的闺女 她榜上大款了 这女婿看得挺有钱的 才那么多礼品 老刘可有福祉 妈 你怎么回家 这不是老刘可不得了 是老刘可不得了 她的老刘可不得了 妈 你别收拾了 我俩有话跟你说 客人请喝水 谢谢 请坐 你也请坐吧 真是丢人哪 生了这么个女儿 上回跟你说的 能做到吗 婚礼的事情 我们已经在准备了 您放心 我保证让小晨 嫁得风风光光的 让人无话可说 还有 我跟小晨商量了一下 想接您去上海 从今往后 和我们一起生活 你好有钱哪 怪不得邻居们说 我家小晨很有本事 上次带回来 那个穷小子 姓沈哪 说拽就拽了 妈 怎么了 闲凭爱富 还不让说了 可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啊 说不上来了 说不上来我说 叶小晨 你可别忘了 小的时候你爸是怎么教育你的 是 信沈的那小子是穷 可是穷是他的错吗 你们还年轻 只要愿意努力 还怕过不上好日子 你说你学得好的不会吗 静学这些 有些爱慕虚荣的东西 我年轻的时候要像你这样 就没你了 行了 行什么了 天天街坊邻居 戳几两股地骂着 你把你爹妈的脸都丢尽了 我爸现在要是还在 他肯定会相信我 我爸在那边 你呢 是 对不起啊 我妈她 你妈她其实为了你好 怕你也不小心看错人 不过你放心吧 我跟你妈已经说明白了 她收拾收拾 今晚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你怎么说服她了 当妈骂的都是为了女儿着想的 虽然你妈脾气不太好 但还是很在乎你的 谢谢啊 还说谢谢啊 服务员送来的 说是你老公嘱咐的 我们程总要照顾那么多客人 还能在百忙之中 照顾我们新娘子的胃口 是不是很贴心啊 看见我妈了吗 看见了 在楼下呀 程俊远专门派车 去接你们家亲戚 爱迎接呢 程总好 好 亲户好友都已经入席了 我们下去吧 开心点 程总 这你就不懂了吧 嫁人哪有不开心的呀 况且是嫁给下您 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们小陈就是有点紧张 是吧 小陈 太配了 古人说的一对逼人 就是在形容你们了 程总 程总 我说你也太狡猾了吧 打着西式婚礼的幌子 连迎亲和闹洞房都省了 不过要是这么容易 就让你把我们新娘子给接走 那我们娘家人的面子 往哪儿搁呀 是吧 魏彤 好 早就准备好了 回头 谢谢程总 谢了 我不是想傻 就把小陈累上去 一生就累这一次 我堂姐和表姐说呀 说举行婚礼的时候 觉得又累又闹腾 但是过后啊 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快走啦 快走啦 走吧 这条花道不长 我却感觉自己 想走了二十多年 告别我今生的最爱 走向对陈志远的亏欠 我收捧着陈志远 为我准备的白色玲蓝花 是她期望我 坚强面对余生的主缘 这每一步 我都如踏着我的前身 再见了 身后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但希望 你的未来 一切安好 我们可以帮你 我都要走 这边是什么 我都要走 我都要走 我还没帮你 我都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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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命运的指引 让这一对有情人 在这茫茫人海中 相遇相知 今天我们欢聚于此 就是为了共同见证 他们正式地进入 彼此的人生 在此之前 我想请新郎和我们分享一下 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 比如 为什么以蜗牛 作为婚礼的主题呢 其中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因为啊 这是我太太 送我的第一份礼物 那年圣诞节 我送了一份圣诞礼物给她 她要回礼 却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就问她要了一个 她挂在包上的挂坠 那个挂坠就是蜗牛 那个挂坠 我一直保存着 她对我来说 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 我的太太 就像一只蜗牛 在外人面前 一直有着坚硬的外壳 保护着自己 和她爱的人 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 是难以接近的 但如果你真的走进 她的生活 走进她的心里 你会发现她拥有一颗 非常柔软的内心 我希望我可以永远 保护她这份柔软 往后余生 因为有我 一直幸福下去 下面 有请伴郎伴娘将戒指 交给两位新人 戒指是原型的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结 这就像两位的爱情一样 连绵不断 永不停息 下面请新郎 牵起新娘的右手 将戒指 戴在她的无名指上 她将帮你锁定 你一生的幸福 和你忠贞不育的爱情 新郎程志远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环境是好是坏 是健康 是疾病 是成功 或是失败 都会爱护你的妻子 严小辰 与她同甘共苦 携手共创 美满的家庭 一直到你 离世的那一天吗 我愿意 现在请新娘 帮新郎戴上戒指 新娘严小辰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 还是富有 无论环境 是好 还是坏 无论健康 还是疾病 无论成功 还是失败 我们同甘共苦 直到离世的那一天 无论环境是患者 是健康 是疾病 是成功 或是失败 都会支持你的丈夫 程智云 一直到你离世的那天吗 我愿意 好 新郎 现在你可以 亲吻你的新娘了 我宣布 礼成 我宣布 我宣布 你现在可以抛出你的手捧花 把你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ided 我宣布 我津 我宣布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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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童 玲瀾花的花语是 幸福再次来到 也是顺着之泪的意思 送给你再何时不过了 希望你和你爱的人 能够永远幸福下去 希望我们都能很幸福 好 我刚才真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沈喉要大闹婚礼 你说小春也真是的 干吗还会叫沈喉来啊 他也不怕程总不高兴 小春根本就不会邀请沈喉好好玩 那不是小春叫来的 那他怎么知道小春结婚的事啊 你也不看看沈喉旁边坐的是谁 我的天哪 这哪是婚礼啊 这根本就是修罗场啊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发信息通知他了 怎么了 你发的 那天问小春要不要通知吴倩倩的时候 你也在啊 刘新辉 你太聪明了 我 聪明吗 等一下 头飞而乱了 不过去吗 你静静一点 他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了 戴上别的男人的戒指了 别说了 好 你不说 我替你说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胡来的话 我答应你在公司上班的事情 就此作非 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爱他呀 是 是 我要开始拍咯 来 一二三 好 非常好 来 笑一下啊 再来一下 一二三 好 非常好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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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要不你们先休息一下 好 妈 你先回去休息吧 来 二位新人拍一张啊 介不介意我蹭和起气啊 来 看这边 来看这边 路总 路总 我也要蹭起气 卫童 一起拍一张吧 好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啊 来 几位看这里啊 来 一二三 好 非常好 能帮我们跟新娘合一张应吗 好啊 志愿 金总来了 去打个招呼 行 那我过去打个招呼 等会儿回来 你们去 借你老公用一下 走 金总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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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很好 我可以跟新娘拍一张吗 那就期待合作了 期待咱们的合作 沈横 我能理解你 但今天毕竟是小陈最重要的日子 别太过分了 只是拍一张照片 又不是想干吗 我想新郎 应该不会介意吧 志愿不会介意的 你过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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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 就没有一丝丝歉意吗 这位先生 麻烦看一下镜头 来 我们拍一张 一 二 两位的笑容能再大一点吗 来 看这里啊 一 二 三 好 好 非常好 我们再来一张 一 二 三 好 非常好 谢谢啊 那边有个客户 想要见见你 好 沈先生 不好意思啊 你脸色不太好啊 只会跟你说的 我跟鞋穿了一天 太累了 我跟鞋穿了一天 要是累的话 就必须充养了 送你和咱们休息一下 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却洗不太合适吧 小辰 我陪你去换衣服吧 好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 叔叔阿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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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秦芳啊 咱俩 得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吧 是 你看 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过来看你 也没关心过你 这孩子结婚 你还惦记着我 三婶 您说什么呢 您是长辈 我应该多去看您才对 对了 那小陈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公司 但是具体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 是大公司 反正是做投资的 那真好啊 你们看 这俩孩子多般配呀 还好 还好 你们也动筷子吧 好好好 好好好 来来来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谢谢 好嘞好嘞好嘞 先好 先好 动筷子吧 好 妈 我们来敬你们 小陈 来 妈 来 您腰有伤 坐下吧 是 这一遍天就不舒服了 妈 我单独敬您一杯 是 感谢您把小陈交给我 我答应过小陈 给她一个幸福的下 您小陈的妈妈 也是我的妈妈 谢谢 你好好带她 一定 来 来 来 妈 少喝一点 孩子 谢谢 来 各位 过来 幸福乐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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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吃好喝好啊 你喝饮料 小陈 那你不干了 我 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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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帮她喝 我帮她喝 那不够 那不够 太少了 我先干了 对 干了 不要喝 我要喝 一会儿跟你们好好喝 一会儿跟你们好好喝 好 能慢慢吃啊 小陈 小陈 你敬我一杯吗 来 我敬你 我去家 你又要解释了 不是 太宽敦了 你不肯定 你也要吃了 你也要吃了 你还是要吃了 一会儿 什么 你也要吃了 你 你也要吃了 你 没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当时能喝 现在就不能喝了吗 对了 我忘了你怀孕了 吴倩倩 大家都是同学 你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 叶小辰 你在这儿风风光光地 举行婚礼 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 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 一边跟这位陈先生暗通款曲 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 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 倩倩 你是不是喝多了 喝多了 喝多了 我没喝多 我说得不对吗 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 肚子里不就已经怀 陈志远的孩子了吗 我说错了吗 吴小姐 不好意思啊 这个地方不欢迎你 请你现在就出去 你回答我呀 你要是心里没有鬼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 对不起 她喝多了 谅解 你要带走女朋友可以 大家把话说清楚 吴倩倩 我告诉你 第一 我和我先生还有沈侯之间 不管是三脚链 还是脚踏两只船 这都是我们的自由 也没有违背任何法律 也轮不着你来关心 第二 我和我先生是怎么从相爱 到结婚的 这是我们的私事 我不用向你解释吧 反倒是你 这个早就把我拉黑 而且从来不跟我往来的大学同学 在我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候 跳出来闹这一出 我不明白你安得省心 除了抹黑我 我找不到别的解释 杨小春 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 你说这些 你对得起手吗 我对得起任何人 我问心无愧 你这些 你可以带你朋友走了 谢谢 沈先生 这是婚礼现场 自重啊 我早就该知道 我早就该知道 你一直都是这么倒脚苦 没事了 不好意思啊 各位 该吃吃该喝喝 尽兴 快点休息一下 不用 你继续吧 别让大家看笑话 来 我敬大家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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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帅 大家多吃点啊 清风 清风 还可以吃一点这个 你们吃 你们吃 来 我敬见大家 谢谢你们来 辛苦了 辛苦开乐啊 辛苦开乐啊 辛苦开乐 谢谢啊 辛苦 辛苦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电话联系 辛苦了 谢谢 妈 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 妈 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了 我送你回去 来 来 放心吧 我让司机把妈送回去的 你今天也累了吧 早点回去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这样的程志远 一直以来 他总是自信从容 可此刻黑暗中的他 却显得那么悲伤绝望 也许这 才是真正的程志远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总能轻而易举地 理解我的自卑与痛苦 也许他和我都是身体内 有一个战场的人 在这个战场上 希望和绝望同时绞杀着自己 是不是 这就是他愿意帮助我的原因 可 他的绝望是什么 希望又是什么 他给了我一条出路 谁能给他一条出路呢 小辰 小辰 晚安 晚安 最近备受关注的深思集团 董事长兼CEO侯岳珍 因病休养 暂时无法处理公司日常业务 由独生子沈侯出任代理CEO 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 因为侯岳珍得的什么病 何时康复并没有人知道 而沈侯 早餐点好了 趁热吃点吧 让机构投资者 对公司的未来非常怀疑 引发深思集团股票跌停 林教授 这支股票的董事您认为如何 最近这支股票互动很大 班人总觉得股票抑制声是好事 可对庄家而言 股票抑制声并不是什么好事 只要庄家清楚地知道 公司的实际盈利 对未来的持续发展有信心 利用大跌可以回购股票 等利好消息公布的时候 股票大涨 适当抛出就可以实际套现 沈侯妈妈的病 应该不至于无法管理公司 她应该是对沈侯心怀愧疚 想用事业弥补儿子的爱情 所以才提早了全力消遣 但她还是会在幕后 继续辅助沈侯 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行 她的事跟我没关系 快吃东西吧 一会儿还得上班呢 还有德国那边 他们觉得这批货和之前看到的设计图 有一些出入 不过是秀可的应染区别而已 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 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 现在他们拒签了 这么大批货已经到德国 损失越来越大了 我知道了 小晨总 一个顾客倒在北京分店闹事 说咱们有批童装被查出 荧光级钞标 能应对措施呢 消息正在往下押 喂 喂 你好 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侯沈总吗 我是商报的记者 听说深思的童装 会查出荧光级钞标 作为国产龙头企业 你们准备如何向相信 你们的消遂者交代 你稍等一下 我知道了 喂 你好 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总吗 我是财经中刊的记者 听说深思的童装 安静给你汇访 查出荧光级钞标 晚点给你回复 沈总 沈总 公司电话被打爆了 都是媒体和记者打来的 出去 您看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说了出去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打游戏呢 打游戏呢 没有 没有 那个查一下资料 男主 起床了 你先睡一会儿 去上班了 小船 你现在要 关护着 我还要继续吗 幸福吗 一百首情歌唱着不过的 而你还那么天难 你来到我的暖心球 渐渐散热又渐渐温热 伤在鱼航 你用荆棘穿起了你和我 让每个拥抱残忍到放不得 那些自尊换的情长 已经算如愿了 自别经历了 不能再失去你了 超自由 超洒脱 长一个故事结果 分开就够了 可我们从开始就尽手 为彼此逃生了 我们从开始就尽手 并用荆棘穿起了你和我 让每个拥抱残忍到放不得 有些自尊换的情长 你把刚才的照片发给我了 照片修好了 我们会一起发这两个小银 我就要刚才那一张照片就修 慢点 你是不是忘了买瓶醋了 那我去买 你先回去 要不要我 不用不用不用 回去吧 晓晓 晓晓 你怎么在这儿啊 晓晓 对不起 婚礼那天 我所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我的真心话 我已经失去理智了 没关系啊 是不是真心话 我都不会往心里去 我明明以前跟你保证过 我会变得更好 我还变得能让你依靠 可是我还是依然浑浑噩噩 不求上京 我知道 你对我是彻底失去情形了 所以你才会选择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 晓晓 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 晓晓 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 晓晓 不管我们之前 发生过一些什么事 但是当我呆上婚姐的那一刻 我们之间 就永远也没有可能了 好 先让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晓晓 我爱你 晓晓 晓晓 我真的很爱你 他 已经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我 就算曾有伤痛 他如今所得到的一切 一定可以让他遗忘掉所有的不快 在他的璀璨生活中 所有关于我的那些记忆 都会变得不值一提 而对我来说 从此以后 也许唯一知道太消息的渠道 也只有财经新闻了 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结局 你 Sah给他 我一定要听疮 我实际 fil 我去清楚了 大概长时间 早 早 坐 来 岳父啊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面包 牛奶 鸡蛋 又健康 又营养 你的呢 我先吃过 起得早 好 你慢慢吃 我去收拾一下 谢谢 买卖 买卖 快递 没磨了 翻上磨 好的 银水机去换一下 好 朱总好 这小沈总有够厉害的 刚上任几天 又调了个姑娘进来 这不跟当初那个严实吗 完行你自己的事 一旦离里面回复了吗 在我邮箱 我现在就去发给你 来 李婚 你说这事奇不奇怪 这陈总跟小陈 这才刚结婚 这天天来上班 那 乔总跟那私营里 这几天都没来公司 是 他们去哪儿 这就说明你还是太年轻了 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陈总呢和咱们陈总夫人 只是在给咱们树立企业文化 这叫做新婚不下火线 至于咱们的乔总和丁丽姐 那就更好理解了 你想啊 陈总结婚了 新娘不是丁丽姐 她是不是得稍息 她一伤心那乔总的机会 不就来了吗 乔总 对啊 你是说乔总对私营里 那是当然啊 我告诉你啊 我李辉虽然业务水平一般般 但是 在这些事情上面的第六个 我在公司我排第二 没人敢排你 你别不信哪 真的 小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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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来 坐 慢点 今天下班回家 我们收拾一下东西 去山里玩几天怎么样 为什么不工作了 我这么多年呢 也没休过假 正好趁着婚假 可以出去好好放松放松 你也真的需要好好放松放松啊 好吧 走吧 声后 声后有什么意思啊 是 我是在言语程婚礼上违囊她了 但是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你就那么爱她吗 可是你别忘了 她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 别再跟我提她了 她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小伟 他帮你替考 是我向许晓鸥和公司举报的 可是沈厚你不能怪我啊 他在婚礼上说的那些话 你都听到了 他没有真心爱过你 而且 就算我不举报 你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 我说过了没有啊 举报的事我就不再跟你追究了 如果你以后还想在这儿待下去 这些话你别再说 否则的话 我立刻让你关注公司 还有 我的事你最好别再管 我们现在的关系仅限于上下节 别的想法 最好什么都别用 听见了 子鸣 出来以后心情是不是好很多 也不会胡思乱想啊 其实啊 我让你继续在公司上班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了 你妈这几天和那几个亲戚 去葡萄山烧香 等我们度完假 她也应该差不多回来了吧 你费心了 你爸妈为什么没跟着一起去啊 她们要回美国 这样也挺好的 万一她们留下来 发现我们之间有什么破绽 就不太好了 我都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报答你 那你就当 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 我本来啊 是打算带你出国玩的 但是你的身体不太允许 所以最好的选择 就是来山里住地点 就是没有什么娱乐 不知道你会不会无聊 不会 出来看看这些 山山水水 画画草草的 有些事情 自然就想通了 跟这些比起来 我自己这点事 又算什么呢 来 慢点啊 怎么样 好美啊 这儿 我感觉我自己就跟做梦一样 接下来的这一周啊 都可以好好做梦 你现在不能碰凉帅 我来洗 帮我拿一下 这边的小青菜啊 特别新鲜 晚上给你做一道拿手菜 就是没什么混蛋 你会钓鱼吗 看别人钓过几次 但基本操作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好 那要不咱俩出去钓一条鱼 晚上煮个鱼汤 好啊 等我洗完这些菜啊 来来来 我来 这个吴倩姐也没什么嘛 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 是啊 来这么些天 也没见沈总有多搭理他 就算碰到了也是冷冰冰的 根本不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反正咱们跟沈总的态度来 准备做了 嗯 你的酸辣粉 你的公豹鸡丁 谢谢啊 不用谢 这怎么有香菜啊 你不知道我对香菜过敏吗 你看这公豹鸡丁量又少 这骨蚊子还有骨味的 你这怎么点的擦 可你说的就是谁家啊 你连这种小事就做不好 还好意思找理由呢 不都一样吗 来 香菜给我吃 你装什么好人吃 你得酸辣粉 你看什么看 不满意就辞职 我这就去重新买 我能问你三个问题吗 你问 那事情你要如实作答 不能隐瞒 那这个的话我要看看情况了 好 好 谢谢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当时进年MG 你是不是有私底下 跟陆总打过招了吗 当然没有 那个时候你已经在MG实习了 我只是跟他碰面的时候 随口提了一句 说我有个朋友 在他手底下做事 那后来吴倩倩嫌疑明信 她也没有损伤公司的利益 为什么陆总把她辞退了 那是不是您让她那么做的 这算是第二个问题吗 这是同一个问题 就算我这么要求 陆阳也不会这么做 她这个人啊 在某些事情上 还是黑白分明的 这其中就包括朋友 如果吴倩倩她不是你的朋友 她这么做 陆阳应该会赞赏她 毕竟能够抓住对方的弱点 这是她的本事 但吴倩倩是你的朋友 大概是陆阳这几年 被别人在背后捅到捅的实在是太多 她讨厌像吴倩倩这种 在背后捅不容易起到的人 给她点教训 免得以后害人害己 那 第二个问题 你那次在我家 到底跟我妈说的些什么呀 我随便编了一些 你跟沈红之间的故事 让她相信 是沈红对不起你在前的 我虽然撒了谎 但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 比较能够让人结束 好 好 那第三个问题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Cindy和他在一起的 我知道你们的很多故事 什么大雪风向啊 飞机的实验室之类的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说过 对上次的情感问题 我是很感兴趣的 因为在我心里 Cindy是我的朋友 虽然可能她现在 会怨恨我吧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们之间 究竟问题出在哪儿 你真的想知道啊 真的想知道啊 是侧隐之心 自从我妹妹在我眼前过世之后 我看到的一些 因为我而受伤的人或事 总会忍不住自责 想要上前呵护 那时候我以为你去摔 后来我就明白 是那个时候我没弄清楚 所以两年了你还没弄清楚 这个就是我错上加错的地方 所以你才不忍心欺骗自己 也不想再欺骗他 就和他分手了 其实我跟他分手 不光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还有什么原因 我只答应你 回答你三个问题 这还是同一个问题 其实有段日子 是 精神状态不容易啊 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一生 在我还没有痊愈之前 我不想耽误任何人事 那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有好转吗 好了 不说理解 要不鱼都钓不上来了 好 虽然我们的婚姻只是形式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 你可以跟我聊聊 我会尽全力帮你的 谢谢 但我现在很快乐 来 尝一尝 谢谢 小心烫 尝尝你加工完的味道怎么样 怎么样 很鲜 我小时候经常帮我妈做饭 都还没有你做得好 看来厨艺这东西 还是需要天分呢 那是因为啊 你没有看到我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五年前我在美国 读研究生的时候 几乎每顿饭都是我自己做的 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这跟美国的中三男吃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也过过 那种穷不了倒的日子啊 可以这么说吧 对了 想起来一个故事 你想不想知道 有一次啊 我记着啊 我特别特别地馋 特别想吃火锅 就背着房东 买了煤气炉 在房间里面煮火锅吃 中间的时候 我到对面再拿了一份快递 结果回来的时候 我就看见啊 整条街的火星 全部都响起来了 结果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在家着火了 想看看热闹 好 结果你猜怎么样 嗯 我的房东 满脸漆黑的跑出来对我大喊 嘿 陈 你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知道 是我的火锅烧干了 把床单全部都点上了 天哪 后来我冲击着帮忙 你难以想象 惨不忍睹那个场面 那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披着毛毯坐在街上看日出 后来呢 后来我就在警察局度过了一天 从警局一出来 房东就连人带东西 全部都过张州来了 你难以想象 我满身的烟灰 旁头垢面拖着行李 流浪在大街上 确实难以想象 很难忘的回忆 吃吧 尝尝这个血浪花 营养很好的 晚安 晚安 决定 好的 首席 这样吧 再把她伯娘还在这儿 就这么这儿吧 再来 看看她 那儿变老少 是啊 但是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非得在这儿分公司办公啊 立会也要把我们交到这里来 我听说 沈总以前在这儿上过班 对这儿有感情 不会吧 对这儿 遇见是冥冥中的 爱是忽然的 选择都是自己的 回忆像左还像右 关护着 我还要继续吗 幸福吗 一百首情歌唱着不过了 而你还爱那么甜啊 你来到我的暖暖星球 渐渐散热又渐渐温热 像在鱼航 你用花瓣传了一串梦给我 让我相信梦不再是相反的 爱情未遇情手离着 感觉不到痛了 心中的疼梦 妈呀 这刚几天啊 时间刚刚好 我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 走 来 等 等 等 来 来 一万首情歌唱着不快乐 而你还爱那么甜啊 你爱到我的暖暖星球 谢谢 给你准备的热牛奶 热牛奶啊 你的呢 你喝就行了 还冷吗 感觉不到痛了 心中越荒漠 此刻就越发清晨 你用荆棘穿起了你和我 让每个拥抱残忍到放不得 那些自尊幻的清晨 已经算如愿了 此别经历了 身上的太阳好大啊 身上去你了 这自由潮洒脱长 一个故事结果 分开就够了 好像身手就能够到它一样 从开始就尽手为彼此 逃生了 Jeśli 是吗 我和你��间结束了 少虹 希望我们都能等到天亮 可在你身上 或 cared 才有情人 wol 不能再失去你了 会过去的